哼 有人是什么 好 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随便来 最后小虎怎么玩呢 没有塞拉斯 阿卡丽一般般着吧 而且牛家波比 阿卡丽其实也挺开手的 小虎也不玩永恩 要永恩了 真不玩吧 是一把 没见他玩过 这把AP能让卡莎来补 来吧永恩 这样的话上班区配猪妹 都很厉害 双进战 确实这个板子里 刚才看下来永恩是最好的 但是熟练度方面呢 我们存疑好吧 信任小虎 先进去看一把 信任小虎 先相信 先相信再相信 这样两边阵容选完 我只能说RNG已经拿到了 自己在整个夏天 使用最为多 也最为熟练的一套阵容 但是对于WBG来说 他们依然做出了一个尝试 他们选择了自己比较少见的中单永恩的配线 嗯 但这把WBG的阵容手好短呀 这个阵容就是奔着大龙团去了呀 就前面正常对对线 然后该打的资源团就打 因为这个阵容是属于没有大龙buff 根本摸不了塔的阵容 我刚才快速的查了一下 这是小虎职业成下第一把永恩 第一把 第一把 从来没有玩过 他此前甚至玩过一把中单亚索 跟一把中单莫甘娜 但是他从来没有在职业赛场上玩过永恩这个英雄 而且本身中路玩永恩的选手就不是很多 是的 就只有小奶油和care咱们联赛里 然后隔壁是什么超位bdd什么喜欢玩这个 是的 所以大家也期待一下小虎职业生涯的第一把永恩 永恩是管不了这个龙的 想偷一套风尘军电斩起手打一套之后 安妮这边回身有晕的 哎 露视野了 看到了还是被开到了 但牛途就在边上 风尘军电斩这边上来 效果还可以 瑞尔开得也不错 卡莎第一时间没有飞啊 小虎直接被击杀了 大刀了零个 确实没大刀 安妮扭开了 又想逮猴子 交了个贴 虚空索迪中的是假猴 但是真猴也被留了 岸上的永恩在被安妮拖延 但小威应该倒了 要动康元了 但没大呀 要动有点难度 现清太快了 而且牛头也在赶 想开牛吗 牛这个位置才有大招的 Q一下地板直接往后拉 TP过来的是上单的波比 波比找了个角度过来 直接避动了小虎 小虎在被波比试位的裁决 接上大招直接白给 小虎这个永恩 感觉没什么味道 就没有我们平时看到那种永恩的味道 这个永恩没什么味道现在 感觉得闪 确实得闪 这位置怎么都得闪 闪尽草都活了 闪尽草不明是也 嗯 大都走了 说实话 对吧 感觉交点啥就走了 大都走了 都不用闪 我想一下 直接大都走了 或者什么狂风扯一下 他在用核心做位移 来到正面 三千多险 二人进出去找人了 要找谁 绿毛先开个一 也找松松 这么一个大招 又空掉没有大招 汤圆 把对面进场的瑞尔跟猪全开到了 然后永恩这个大又空了 擦肩而过 就没办法又空了 基本没中过这个大招就 呃 再大胆一点还没中过 对 而正面小虎也没有办法救到自己的队友 呃 又空了 没有下把不选这个 小事小事小事 对小事小事 谁都有第一次 谁都有 谁都有第一次选择 就是 不熟练的英雄 对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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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还是 圆皮肤好看 有人 相信个 其 把 有人来的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嗯 真相信一下 哈哈哈哈 呵呵呵呵呵 完了 不叫善 不 哈哈哈哈 死了 我 Tetap 没办法 oke OK 我死了 OK 下班 至少大众一个了 哈哈哈 有点抽象